说谎者的破绽 面部表情 人的脸部表情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所以通过表情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想法与心情 当人们想要掩饰情绪时 会刻意控制表情 不流露真实情绪 但即使刻意控制 脸上依然会显露出一些细微的变化 例如人在害羞或尴尬时会脸红 一般这两者的脸红 是从中间逐渐变红扩散 但是生气时的脸红是瞬间的 此外表情呈现的时长也是判断的指标之一 若是长时间保持较大的情绪波动 大部分都是假的 因为一个表情只要持续10秒以上 便有可能含有刻意成分 眨眼频率 正常眨眼频率是每分钟5至8次 眨眼频率会随着情绪波动而增加 一般上不正常的眨眼频率是说谎或隐藏情绪的信号 人会通过不自觉的眨眼来缓解紧张 持续眨眼通常伴有视线游走的现象 代表此人内心正在斗争 眨眼的方式有很多种 如超长眨眼指的是眼睛睁得比平时大 一般是在假装惊讶 此外挤眼睛是一种眼神交流 两个人在不方便说话时 会通过挤眉弄眼来沟通达成协议 言辞细节 说谎者很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语 并且会试图通过谈话 让别人忽略自己的疏漏 但是过于小心的说话方式 反而会产生违和感 这种违和感是在于语速 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 当有人问起相关的话题时 犯错者会试图快速地转移或结束话题 而且语速会明显加快 此外违和感也会体现在停顿上 如果一个人说话时间长或语气词太多 一般上是说谎的特征